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说 在这个场面中 我们都是学生 那病人才是我们的老师 那在做这个服务过程中呢 最大的收获就是说 对死亡有了正确的认知 然后生活呢 就是死亡与病死的一部分 与他共存的 所以要珍惜呢 我觉得是要珍惜 机会跟我们的服务机会 那然后就是要把握当下 时间是不等人的 所以说在我这个服务的过程中 深思到就说 将每一天当作是最后一天 那我觉得说在这学习经验上 就是也是说 病人跟家属给我的机会 最少什么 要临终关怀 然后说我们要懂的是说 要把领导家属把爱说出来 道谢道爱 道见道别 那当中最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说 因为我们一般有个观念都认为说 男儿有力不轻弹 同时呢就是我们说 我们会说爱在心里口难开 那所以有一次当我就是 帮一个家属的忙的时候 因为病人已经在遗留状态 那当时那个肠育当中 除了病人之外 有妈妈 还有他的那个病人的姐姐 以及一个病人的先生在 那我想说 男儿有力不轻弹 那我怎么样引导这个先生 能够说 跟你太太说 做一个道别的时候 我就跟妈妈讲说 你愿不愿意跟女儿说 谢谢你女儿有这个荣幸 做你的女儿 愿不愿意跟她做个好好的道别 那然后就是引导了妈妈 还有姐姐都跟她说道别 道别就是说 把爱说出来之后 也跟她就做了个道别 谢谢她做她的女儿的时候 谢谢她做她的女儿的时候 之后的先生就是说 我在想说 看先生要做什么动作 结果先生一下子跪下去 就跟太太说 某某某 你的这个仗已经打完了 这台仗我继续帮你打 就那个当下 当我一听到以后 我就觉得说 就我自己的感觉 都很感动很酷 所以我没有想到说 我用自己就是 粗类旁通的这样跟家妈妈讲 没有想到说 先生就主动的去 也做了最善中的道别 然后就陪着她到晚生日 去住恋的时候 妈妈在哭嘛 那我就把她引导出来 到那个我们那个会心室 跟妈妈就说 你辛苦了 这些日子你是怎么走过的 然后妈妈就把说 这个她的女儿从生病 到一直到这个往生的过程 一直告诉我 那当妈妈说完了以后 妈妈就跟我说一句说 谢谢你 你让我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 这样子 让我蛮感动的 你老家属跟病人说道别的时候 就说也是一个场景的部分来讲 就说有妈 那个大家都围在外面 都不肯进病房 我就跟儿子讲 就是说 愿不愿意跟爸爸去说道别 去把爱说出来 就说谢谢爸爸 把你照顾大 跟爸爸说个道谢 结果我儿子去说完了之后 那然后就猜过你来说 志工小姐 你可不可以引导说 我妈妈跟爸爸说一下 我说好 我就跟妈妈讲说 我说伯母你知道吗 你对先生状况可能不是很好 你心里要有准备 他就说我知道 然后他就说 那你应该给你先生去做个道别呢 然后先生就说 妈妈就说好 然后就说那你陪我去 我说好陪你去 但我到了里面以后 他就说一句 小姐你说 然后我就说 这个我不能说是要你说 不是我说 因为这是你的先生 你要跟他说道别 好先生那个太太就跟 先生一直说道别 都说完就说 你放下好了 儿子这么孝顺我 那你到佛祖那边去的话 你就去说到另外一天去生活 你放心 你都放下好了 然后他说完以后就回我 回头问我去 小姐 可以换衣服了吗 然后我就说 我不知道 我去问护理师 就当我把护理师请来了之后 病人已经往生了 那后来我就想 后来我就觉得好 遗憾了 说我怎么可以把病人给缩死了 就是回家呢 就把这个过程告诉我妈妈 我妈就妈说缺德哦 你怎么可以把病人给缩死掉了 然后我那个晚上 就没有办法睡觉 刚好那时候在念研究所 后来第二天刚好就学校 跟我说老师 我说老师 我昨天做了一件 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问老师就说什么事 我就说我把病人给缩死了 我们老师就说 你是怎么这个病人缩死了 然后我就把所有过程 再重复一遍之后 老师跟我讲 你做得很好 我说我哪里做得好 结果我们老师说 那叫善终你知道吗 然后我说 哦这叫善终哦 他那个时候 当我当下才想到说 哦您风空还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讲 我觉得我们一个是志工 对不对 因为当然既然你有动机 进到安宁病房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一定有 就是说 在服务过程中的话 你要莫忘初衷 然后不宜自我膨胀 而且忘之匪婆 尤其是我们当个安宁事工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要放松自己 就是我们想说 不要想到只是我在帮助别人 其实我们真的想说 今天到底是谁要的 那然后同时呢 也要挑担我们宗教的 那个成绩部分来讲 只有尊重呢 才是真正的那个关怀 同时呢 说我们要觉察自己的生命观 然后呢 反省如果看待生死的问题 如果说呢检视呢 我是不会有害怕爽 还有说呢 我不断地提升自己 充实自己 然后提升自我表达 沟通的能力 这样子才能够增加 我们的服务机会 我觉得说在这个 20年周年之际 除了住那个 大德的那个生日快乐之外呢 尤其是我们的安宁志工 是安宁病房的重要的预言 那也那个 而且是提随病人与家属 一个重要的桥梁 得力的助手 期许志工在将来 那个再次训练方面 能够就是能够朝向呢 彼此互动 还用于表达的学习的能力呢 也经常呢 举办座谈会 以及呢 提升那志工的邻居力量呢 这才是我们志工的 那个在 提升我们这个服务的品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